去吧 去 去吧 快找掩蹄 快 快 倒是小看硝烟了 竟能拖住半步斗宗的韩风 只是还未分出胜负 结局难料 希望硝烟能获胜吧 韩风只怕是自身不保乱 再纠缠下去 我们俩十个要败在苏芊手下 好 硝烟这家伙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两年前要叫我们一声学长的家伙 如今已经能和黑角狱中的一方强者相抗衡了 嗯 这种恐怖的修炼速度 已经与修炼天赋无关了 这完全是硝烟的自身机缘 硝烟 如今的你令我也不得不佩服 不 硝烟子 你可别出什么意外啊 不然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进大阁 施盟主 施盟主活上来了 盟主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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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乱 情况不对 是硝烟 他没事 是 这家伙真是不让人生心 硝烟 你敢 怀世之徒 死有余辜 送你一场 别人 你一场 快拐 啊 真是 真是 是 快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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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他们 是 没想到 最后会再在这家伙手中 你的命是我的 你 这女人究竟想干什么 又要救我 就对我这么不客气 差点直接把我给拍死了 要不是这家伙突然出现 韩风这个混蛋现在已经死透了 恶心的男人 好 好帅的一脚 没想到韩风这家伙 最后竟死在一个女人脚下 这窝囊的死法真是让人笑掉打牙呀 你是谁 岂敢管我魂殿之事 她的命 是我的 是 别人还没自个手 好狂的女人 这么多年敢于我魂殿这般兽化的人 你可还是第一个 滚吧 今天你没机会下手 今天我的确运气不好 不过我的任务 并非击杀那小子 只要确定邀尘的灵魂体在他身上 我的热力便算完成了 至于他的命 自会有魂殿强者来收 借你之力 又凭念药师的灵魂 是我还真不小 小子 小臣的灵魂就先暂存在你这里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 到时候这女人可庇护不了你 魂殿已经盯上老师了 小意思 只怕不好对付 好 该死 那家伙把海星叶也拿走了 围交黑盟余孽 是 是 是 不愧是黑盟盟主佩戴的高级纳戒 竟然还有防护功能 可惜在灵魂力量面前 不堪一击 那个 女王殿下 这次多谢相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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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老 大长老 不必担心 博与他之间 闭嘴 小爷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只有你的命才能抵偿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我定然不会留手 这女人实力太恐怖 就连我对上她胜算都不大 以你这小子的实力 能对他这样的强者做什么事 竟惹得他要杀你解恨 大长老 这是从韩风尸体上搜到的 游海纳戒 当初韩风为这纳戒 费了不少力气 听说这其中的奇珍宝物 价值更加不菲 不过 既然是你的战利品 你就留下吧 多谢大长老 可惜海星宴并没弄到手 有游海纳戒的补偿 已经不错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已经被魂殿盯上了 那个神秘组织 可不是寻常实力啊 就算是他们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他们 迟早是要对上的 你还是先养好伤吧 趁魂殿未到 多提升些实力 日后 你会知道他们的可怕 你 诸位 韩风已死 剩下的成员不足为惧 黑盟可谓是气数已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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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早预料到会和魂殿碰到 所幸 现在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和老师的实力 若今日是全胜状态 定能够击退那团诡异的黑武 看来在地底这两年 已经彻底清楚残留在体内的落毒了 可惜 我对这异火的操控还不熟悉 想要自如操作 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正途 这种融合而生的异火 并未列入异火棒 总得有个名字吧 叫什么好呢 或许 琉璃连星火正是何 想要变强 就必须尽早加强对异火的操动术 不然 何时才能去见熏儿 也许 该是打开这件斗器的时候了 这是什么 一卷斗器 不过 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 这要如何打开 这就是 倔强 一眼 一眼 女age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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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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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保重 刑儿 等我 谁也阻拦不了我去找你 什么人 没想到 加玛帝国竟然多了两个斗皇强者 我就知道 这家伙肯定没睡呢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了 你的伤好了吗 小玉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 来 坐 这两年 小玉你们过得还好吗 以后你做事能不能小心一点 直到你被一伙吞噬后 我们都快绝望了 如果你出了意外 咱们萧家的仇 恐怕就没人能报了 想要报仇 总得需要力量 而要得到力量 又怎可能没有风险 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无用 并且我在迦南学院不会停留太久 还是交给你们吧 你要离开 去哪儿 当然是回加玛帝国 当年的恩怨总得了结吧 你要去云兰宗 那我也去 我想回去看看还活着的族人 不急 还没有这么快 此次去云兰宗必是一场血战 必须准备冲突才能出发 这次我和二哥先回去 你和萧妹 还是留在迦南学院最安全 我 我这次回去不是叹气 而是 真正的死战 回加玛帝国的准备工作 我倒是有个想法 如今黑盟解散 黑角于大乱 如果趁机 把那里的强者整合起来 日后必能成为我们的 向云兰宗复仇的一大助力 要在黑角于创建势力 那里可都是狠角色 哼 想要收服狠人 只要比他们更狠就行 不过 内园一直对黑角于过于强大的势力 抱有忌惮之心 我们扩建势力 难免会引起内园猜疑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必须先说服大长老 免得日后误会 若是这事能成的话 日后就算云兰宗具全宗之力 我们也不用再有丝毫惧怕 你们两个 究竟什么来历 那我们开始 把我给你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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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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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6 走 风铃分行剑 云南宗的斗技 以黑角玉的混乱 学院永远无法强力消除它的威胁 但若让我二哥去那边 创建一个亲近学院的势力 就可以改变黑角玉的势力格局 从内部分化黑角玉 牵制其他势力对学院的威胁 而且还可以帮你们拉起一只人马 以后好回加码帝国复仇 对不对 我这点小心思 还是瞒不过大长老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所谓赌不如输 这对学院来说 是消除威胁最省力的办法 这么说 大长老师答应了 不答应还能怎么办 如今我内院的天坟炼器塔 还需要你长时间补充陨落心眼 得到陨落心眼 是我消炎迁内院的一个情 绝物拿此事来要挟之心 我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你小子就是这点不错 重情重义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我 我要把她的问题解决一下 你是说那位斗宗皆别的女人吗 她究竟是何方强者 她 她是美渡沙女王 之前我跟她偶然发生了一些纠葛 导致她现在恨我入骨 一直恨不得杀我而后快 竟是传说中的美渡沙女王 还是进化后的 你小子连这种女人都敢惹 不知道历代美渡沙女王 都是杀人如杀鸡 谁见了都要绕着走吗 现在知道也来不及了 大长老 我还有事 先行告辞 小家伙 走那么急干嘛 我还想告诉你 美渡沙固然冷酷 可一旦被人折服 那便会至死不渝 这个小家伙 厌浮不浅哪 我啊 只给我 你 阿